白花花的剉冰加上两十米红豆 再盖上一层剉冰 剉冰塑形后放上精透的茶洞 与红白汤圆淋上特制玫瑰果酱 撒上少许花瓣点缀 玫瑰做的玫瑰酱 主要是这个东西 然后上面还有客家汤圆 跟万丹的红豆 然后跟铁光荫的茶洞 它的量不会太多 所以最多最多也有大概一百而已 它粉红色就也蛮少女心的感觉 然后它吃起来就是有玫瑰 然后它有加蒟蒻 黄澄澄的球形果酱 搭上乳白色鲜奶酪 乍看还以为是荷包蛋 故意做得像蛋黄一样 然后就是用果冻的膜把它包住 压缩机哄隆隆响 老板手上冰铲动个眉庭 将冰淇淋铺平卷成一束束 像花朵般的冰淇淋 现烤棉花糖香气四溢 配上小熊饼干 卡哇伊的外形 许多民众慕名而来 在网络上找到了 它不像那种 那种一卷一卷的冰一样 冰品是在-18度的铁盘上面 不停地去做拌炒 那我们用我们的牛奶基底 去为我们所有冰品的基底 利用新鲜牛奶水果当基底 特制炒冰店 在短短一年内就开了四家分店 光是综合莓果 就要做到快一百份左右 那陆陆续续 我们在中国大陆部分 会有更多家的店 夏日冰品透过业者创意研发 马上攻占消费者的心 东森 采集新闻 陈金熊红不详 台北 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